每个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睡眠中度过 我们在梦想里都做过无数次的梦 然而在共多的梦中 有些梦是人类常常做的梦 根据新女学家对梦境进行了广泛的分析 通过梦可以了解我们全人不知的内心潜意识 今天我今小时为你带来五种每个人都会做的梦 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意思 在梦中梦见牙齿一颗一颗脱落 直到没有牙齿为止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许多学者将牙齿视为力量和自信的象征 这个梦代表做梦者在现实生活中 因为某些事情导致他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梦见牙齿脱落也可以代表一段关系正处于开始破裂的状态 现实生活中想得的却得不到 想要被人肯定却处处被否认 应该没有自信 这个梦也代表着渴望 如果女性梦到这个梦 她可能想谈恋爱或结婚 男生则对心爱或刺激的渴望 这的确是一个很可笑的梦 因为当你醒来 你摸摸自己牙齿的时候 那种反差感也有可能会让你来不及适应 哎 自己的牙齿原来还在啊 几乎每一个人在梦境里都有被追逐过 不管是动物怪物或是人追赶 都意味着你在逃离一些可怕的人或紧迫的问题 她可能是作业或工作项目的期限要到了 又或是被吹婚或是有些目标还没达成 所以下次在梦境里被追赶的时候 记得提醒自己在梦中尝试看清楚追你的人 那么就能知道你究竟在逃避什么 知道如何勇敢面对才能摆脱可怕的梦境 在自己家中裸体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 但是当梦见自己在公共场合赤裸的时候 通常有两种反应 一是感到尴尬想逃走 另一种是感到骄傲 前者代表新工作或和同事的关系让你感到不安 如果梦到发生在教室里 那么可能和同学的关系紧张 又或是课业的进度跟不上 如果发生在餐厅就反映出有社交问题 梦见自己裸体却非常高兴的这种人说明 自己特别有自信 相信大家都有在梦中的某处走路时 忽然间身体就好像从悬崖掉下去 不断下降 触碰到底部时 就会从梦中惊醒 这个梦反映了沮丧或是生活失去了控制 感受到人生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 你感觉由于自己的错误 让自己陷入某种绝望的境地 因此梦到下降或沉默 就好像在诉说着放弃或放手 生活压力和紧张都是这个梦的罪魁祸首 如果你做了这个梦 就不要让自己更加焦虑 做一些你喜欢的事情 约朋友出去喝茶聊天 到精神房锻炼或运动都可以帮助抒压 梦见在高速公路驾驶汽车 汽车忽然间不受控制 然而赶紧踩刹车转动方向盘 汽车依然不受控制 于是大叫从梦中惊醒 这个梦意味着车辆代表着我们要去的目标或目的 如果车辆失控了 做梦者的生活也可能在处于失控的阶段 所以时间和生活的规划是非常重要的 人在一个晚上的睡眠中可能要做三到五次梦 多数的梦在二至三分钟之后就会忘记 下次做梦的时候可以尝试把梦写下来 看看自己前一世到底在想些什么 你们有没有梦过让你印象深刻的梦呢 欢迎在以下留言分享给我们 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还不错 你可以点个喜欢跟订阅 下次为你带来更精彩的五件小事 拜拜